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出土的恐龙骨骼进行还原的 可能体型是差不了多少 但具体脸长什么样也没人知道 当然了恐龙身上的秘密还不止这些 今天我们就重点来讲一讲恐龙灭绝的真正原因 那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恐龙它究竟是恒温动物还是变温动物 变温动物也就是冷血动物 在当时的白恶劲气候要比现在是恶劣的要多 相对于恒温动物 这变温动物们更能适应这样的环境 但一些科学家们却认为 恐龙并不全都是变温动物 应该是一半一半的一个比例 比如那些块头很大的草食恐龙 身高三十几米的 如果是变温动物的话 那得要一百多年才能长成这么大 那如果和人类一样是恒温动物的话 只要保证温度适宜 食物充足 没过个十几年就能够发育成熟 但相比变温动物 恒温动物每天的进食量要大得多 每天都要吃 不吃就会被饿死 那种大型的草食龙 每天至少得吃三百公斤的食物 才能满足基本的热量需求 如今考古学家普遍认为 恐龙最早出现在是两亿五千万年前 但这也只是一个推测 目前也没有非常确凿的证据 而恐龙灭绝的时间 大概是在公元前的六千五百万年前 那这个时间就比较精确了 是通过化石所在岩石层的年龄 来进行判断出来的 因为所有被发现的恐龙化石 几乎全都集中在 六千五百万年前的地层当中 由此可以推出 恐龙灭绝的具体时间 看到这儿 不知道你是否产生了一个疑问 那这恐龙在地球上 前前后后是待了两亿年 可这两亿年里 基本没有什么改变 你说我们人类 仅仅用几千年的时间 就来到了高科技时代 那就算把我们还是猴子 那段时间也一块算进去 那也顶多只有两百万年 比起恐龙来讲 效率可以说是非常高了 但是对于进化论来讲 人类确实属于一个例外 在达尔文看来 人类的发展和进化 是和进化论有极大的冲突的 这个我们先不讲 先说回恐龙的灭绝 那关于恐龙灭绝的原因 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我们只知道 恐龙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 集中灭绝的 这个在地球上活了两亿年之久 处于食物链最顶层的种族 就这样被淘汰出局了 背后的猜测 确实是层出不穷 那目前最主流的说法就是 小行星撞击说 说在恐龙家族最繁荣的时代 一颗直径为15公里的陨石 恰好就撞上了地球 撞击的位置 大概是位于现在的墨西哥 靠海边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现在去到墨西哥 还能看到撞击留下的一个陨石坑 说当时陨石的速度为 每秒20公里 那换算成时速的话 就是7万公里每小时 如此恐怖的速度 再加上这个巨大的体积 所产生的动能 自然是一个天文数字 有科学家对陨石坑 进行了一个考察 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个爆炸产生的能量 是当年日本广岛原子弹的 10亿倍 我们可以想想看 当初一个原子弹 就把一个城市给炸毁了 这10亿倍的能量 还不得把整个地球 是闹翻了天啊 而事实也的确是如此 爆炸中心的所有生物 都在一瞬间被气化了 虽然说爆炸都集中在一个点 但是因为威力实在是太大了 撞击的位置又是靠近海边 在引发大地震的同时 海啸也是跟着到来的 这海啸的威力也是不容小看的 光是这浪头就有300多米 直接是席卷了整个的美洲 而地震引发的火山喷发 则又给地球带来了第二次伤害 仅仅花了三天的时间 爆炸的余波就从墨西哥 是扩散到了整个地球 地球上的恐龙不是被热死 就是被淹死 就算是翼龙那些飞行类的恐龙 也没办法去逃脱这火山灰的覆盖 不仅如此呢 美洲那个地方的岩层 还富含许多的石膏 那石膏是一个易燃的物质 被撞击引爆之后啊 产生了大量的流气体 这些有害的气体进入大气层之后 和火山灰以及水蒸气呢 就结合在一块儿了 形成了密度极高的一个黑色云层 将整个地球是全方位的覆盖了 或许呢 前面说的这些灾难 都是在短时间内 一下发生的 但这个黑色的云层呢 却是整整维持了一百年之久啊 这段时间里的地球 阳光呢是无法照进来了 那没有阳光 它就没有了温度 没有了温度啊 植物就无法进行光合作用 那植物灭绝了 食草动物也跟着灭绝了 然后呢就是食肉动物 最终啊 整个生物链 全部都崩溃了 更可怕的是啊 冷空气向上 碰到了云层 还会和里面的有害气体 进行结合 形成大量的酸雨 给地表面啊 带来了二次的损害 可以这么说 在当时的这个地球上啊 除了深海的鱼类 还有存活的可能之外啊 其他的基本都是死光光啊 无论你是食草恐龙 还是霸王龙 全都难逃这被灭绝的命运 那看完这个假说 相信你也会 倒吸一口凉气 毕竟在这个假说里面啊 已经不仅仅是恐龙了 那全世界的生物啊 都遭遇了灭底之灾 而这次灾难呢 也被后人称之为 第五次物种大灭绝 也就是说 在这之前的地球啊 已经遭遇了四次 类似的一个灾难了 第一次呢 发生在五亿年前 因为呢 太阳辐射量突然减少 地球呢 进入了冰河时期 最终导致一半的物种灭绝 这第二次大灭绝啊 发生在一亿年后 这个时候的地球 已经是恢复的差不多了 结果海洋里啊 不知发生了什么 将近90%的海洋生物 都灭绝了 而这第三次和第四次呢 也都是大同小异 都是在地球的生态系统 快要恢复的时候啊 突然整来了一个 飞来横祸 这第五次呢 这个行星撞击也是如此啊 接近80%的生物消失了 那又过了几千万年的时间 生物圈才慢慢的 恢复了原状 那讲到这里 或许你会提出一个疑问啊 我们的地球 何时会迎来第六次 生物大灭绝呢 说出答案啊 大家可能无法相信 因为我们现在的地球 就正在经历第六次 生物灭绝 只是呢 这一次的灭绝 发生地是无比的温和 没有火山喷发 也没有地震 海啸 酸雨啊 只有人类的贪婪和破坏 因为人类呢 频繁的活动 那近十年里啊 我们地球的物种数量 已经减少了30% 这个生物灭绝的速度啊 甚至比两亿年前 那场灭绝 还要来得快 那咱们先把话说回来啊 这小行星撞击说 不论是从理论上 还是实际考察上的 都十分的有说服力 但依然呢 被一些科学家 发现了一些漏洞 那在他们看来啊 小行星撞击是真的 那恐龙灭绝也是真的 但这两者呢 可能并没有 直接的一个联系 也就是说 很可能的是恐龙灭绝在先 小行星撞击地球在后 这也引发了 另一个假说的讨论 那哺乳动物淘汰说 什么意思呢 那学过生物史的都知道啊 在恐龙家族之后 出现的就是哺乳动物 那么有没有可能 是恐龙的灭绝 就是哺乳动物一手 给造成的呢 而背后的原因呢 可能是源于恐龙蛋的 频繁失窃 那要知道啊 恐龙繁衍后代的手段 是下蛋 而恐龙呢 每天都要外出进行觅食 那这下下来的蛋呢 就无人看管了 因此啊 就被哺乳动物们给盯上了 趁其不备啊 给偷来吃掉 长此以往下去啊 恐龙的数量是越来越少 而哺乳动物家族呢 也在不断地壮大 几千年的漫长演变之后啊 恐龙就此被淘汰出局 当然啊 这只是个假说 那对于几千万年前的事情啊 凭借现在的科技手段 也无法做出太多的还原 但是恐龙身上的谜团呢 随着人们的发掘 只会是越多 不会越少 那比起恐龙灭绝的真正原因 我们真正应该去探索的 或许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人类 会不会和恐龙一样 在未来的某一天 迎来相同的结局呢 而如何去改变这个结局 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 我是大军 感谢大家留言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